我們在使用flex的時候 它是必須在外層先定義成 把這個核模型定義成flex 那我們先把這個 就先定義一個flex 然後 display 那這個就是它的外層 那裡面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做三個div 三個div 那麼我們把它設定一個高 那裡面的div呢 然後div我們把它設定一個背景色 那麼現在呢它沒有寬嘛 裡面三個div沒有寬 那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打開來看 它現在並沒有寬 那我們就可以給它一個寬 就是flex1 那現在呢它就被撐開來了 那也是大家問題所在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它這樣就撐開來 而且可以看到它三個是等比的 它三個是等寬的 那麼我現在呢把外層這個flex啊 我設定 我設定300pixel 設定300pixel 那麼裡面這個div啊 現在會變成說 切成三等分之外 它每個都是100pixel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裡其實並沒有寫100這個數值 但是你會看到說 它的上面有出現100x100 100x100x100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flex這個數值啊 這個數值我們把它展開來看 它裡面呢有三個值 一個叫做grow 一個叫slink 一個叫做basis 好那這三個呢代表什麼意思 我把它另外貼過來 這個grow呢是伸展值 那這個slink呢 是收縮 那最後一個呢 basis就是基準值 好 那麼我先把 我先解釋一下basis 那我們再來解釋前面這兩個 先解釋 basis basis最簡單 它裡面有三個字嘛 我們先把後面 我們先把前面這兩個字啊 設成0 它這是一個縮寫 所以我前面寫00的話 就代表grow0 然後slink可以是0 basis我還沒有設定 basis我可以設定 50px 所以basis是一個基準值 我可以直接寫入一個值 在裡面 所以現在啊 它的寬度 它的寬跟高就是50x100 50x100 那 我先裝個水 講這個 講這個 會蠻耗那個口中的水分 所以這basis就是一個基準的值 那麼 所以我們寫多少 基本上是多少 但是它會受到grow以及slink影響 這樣 所以我這個時候 如果把第一個呢 設成1的時候 設成1的時候 它就變回來了 哇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大家最容易搞混的地方 為什麼我第一個設成1的時候 我第二個設成0 它卻會變成100x100 就變回原本正方形 那我們再做另外一個實驗 我們把第一個再設為0 第二個設成1 沒變 怎麼會這樣 所以很怪 就是為什麼它這grow跟slink 代表是什麼意思 這個收縮值呢 其實它是分配剩餘空間 然後這個呢 其實是 就是相反 剩餘空間是指說 我們現在這個300pixel呢 減去150 還有150的剩餘空間可以去做分配 那slink呢 是分配 它 我一直想不到 怎麼去解釋它 等一下我們來找一個案例來解釋它 它是一個相反的概念 它是分配大家所 有 擠出來的 有點反過來 等一下我想一個案例來解釋它 那當然grow是比較好解釋的 grow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300 那當然這三個div呢 它各佔50 它代表有150的空間 那如果說這個時候 如果有一個設成 如果設成1的時候 它就會把剩餘空間的150 就全部分配掉 那我把其中一個div加上一個class 那麼我們來複寫它試試看 我們來解釋grow的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flex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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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flex 然後 grow 好 目前它都被寫成flex 0 目前它都被寫成flex 0 我把它都寫成0好了 0050嘛 那麼這個時候把它其中一個叫做flex grow 然後叫做1 它縮寫不是這樣嗎 稍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 摸定錯 我看一下有沒有寫上去這個字 被複寫掉 這個是權重不夠 這裡再介紹一個小技巧 像是我這裡是寫flex大於div 但是代表說flex裡面的第一層div會被選取到 那麼它的權重就會比下方這個flexgrow還要重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說我要把這個flexgrow提高權重 來大家想想看有哪一個方法 可以提高這個flexgrow的權重 我現在因為它的權重比較低 所以它在下方 那現在我要把它拉到上面 大家有沒有想到什麼方法 可以提高這個flexgrow的方法 好 muge跟wung都是答對 這個都是沒錯 那麼我這邊要介紹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增加權重 的手法 加上去了 有沒有看到很特別的事情 我並沒有加important 我並沒有加其他的詞 我只是單純把這個名字重複兩次 他的權重就被加上去了 有沒有很特別 重複寫兩次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手法 好 好 那現在這個權重上去了 那我再給他另外一個 顏色 bgc blue 好 好 好 那這裡面的話呢 就是說 他300 然後扣掉150 扣掉150 所以他有一百五的空間 去做重新分配 那麼這150的空間呢 只有一個人是flexgrow 所以只有他呢 他這個flexgrow會吃到 吃到這個伸展值 所以所有的剩餘的等份呢 就全部被他給瓜分走 所以現在呢 他理論上他是200pizzle 那剩下呢 是100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div 他剩 他是200 那剩下的呢 就是5050 剩下就是5050 好 扣掉150是什麼 好 這個150怎麼來的 因為我們剛剛的basis 有 都是 都是50pizzle 而且我們有三等份 那這個加起來呢 就是我們有150的基準值 這是基準值 好 那這個300呢 就會先把這個基準值都扣掉 所以大家就不要看到 這個基準值都被 他們三個人都一定要各佔50pizzle 那 可是剩下的空間呢 大家都要捐出來 那捐出來的空間呢 就會被這growth所瓜分掉 那這growth 瓜分掉的比例呢 就是看有多少人 有這個growth 那現在我把這個填1嘛 好 那現在我做另外一件 比較特別的事情 我把這個改成2 那你們發現 跟我們沒變嘛 1跟2的結果是一樣 因為現在只有他一個人在分 可是我現在在做一個調整 我把這個growth改成1 我把這個growth改成1 就是這個圓 原本這個div 改成1 那就變成說 現在要被切成4等份 現在被切成4等份 那這4等份呢 這個flashgrowth會拿到2等份 那這個div呢 它一個各拿1等份 不過數學的結果呢 應該是蠻難算的 所以這兩個呢 會一樣大 那這個呢 它剩餘的等份呢 所分出來就會比它大兩倍 這個有同學貼出這個 對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我在先前的時候 做一個類似的案例 換句名字了 好 換句名字了 算了 好現在我們來介紹shrink shrink的話是收縮 它是基於基準值的收縮 收縮 我先來想一下 有什麼樣的案例呢 來介紹這個比較好 0 噢 我想起來 這個設定大一點 100 150 好 那麼這個是0 好 現在這個空間啊 都太大了 好 像是我們這個空間啊 沒有一個比較剛好的值 現在我們這個320 現在這個是120 120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多餘多了60pixel 那總是要人去承擔嘛 因為它的總空間其實只有300 那多出來這60pixel 總是要人去承擔 那這flexcler 就是這個藍色這個區塊呢 就說哦 通通我來單 所以呢它的收縮值呢 就是1嘛 所以它就把這個多的部分呢 從它的120裡面去扣掉 那扣掉之後應該是會扣60 所以它剩120-60 所以它剩60的pixel的高 它現在是60x100 那這個地方呢 有沒有比較了解 所以slink呢 就是收縮 那grow呢 就是伸展 它的計算方式呢 就是像這樣子 哇 有同學幫我把它貼出來 這個是我的文件 但是我還有一個練習 我看一下哦 我看一下 那個文件我沒有貼出來 不好找 沒關係 這個那個不好找 但是這一份其實也蠻完整的 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這一份就可以 這裡面也有包含flexcler 跟flexcler 一個是收縮 一個是伸展 搞清楚之後呢 你就會比較好去 對它的這個flex的寬度去做操作 那麼如果你對於flex不是很了解的話 我們在bootrap裡面有釋出一個 免費的文件 在flex課程的前幾個章節 大家可以去下載 裡面就包含flex全部的定位 另外就在bootrap的課程啊 前面就有一個章節 這個bootrap文件裡面的通用類別 裡面有一個flex的介紹 裡面就有包含所有flex的定位方式 那這個定位方式 就不包含剛剛的glow以及slrink的介紹 太厲害了大家都幫我把文件挖出來了 好 好 嗯 對 欸 對對對這一份 這一份是我先前介紹 glow以及slrink的文件 那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麼我看一下 我記得我有做一份介紹 好 在這裡 這裡 這一份就是可以操作 好 太棒了 同學都幫我挖出來 這一份呢就是來操作 讓你可以直接操作這個 flex元素的一個練習 那麼像這邊有items 那這個就是針對於全部文件的交錯軸的控制 那麼如果我調center的話 欸 這三個元素呢都會垂直置中 那justify content呢就是水平的 但是它現在空間是被佔滿 所以它沒有辦法感受到 那當然我從這裡也可以調整 它的flex-glow以及slrink 好 這個很好玩耶 好 像這樣子 那這個我就可以調整說他們的定位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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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變化可以調 那麼在bootraff裡面呢 就提供這樣的class name 可以直接讓你去做操作 好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flex寬度的基本介紹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